运动混合器工具栏的使用方法 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工具栏当中的添加MAX对象 那么这个命令呢允许我们添加MAX默认骨骼的设置 我们可以将当前的Bones骨骼添加进来 这时候会为我们当前的默认骨骼创建的角色 在混合器当中新建一个轨迹层 那同时我们也可以在这里加载默认骨骼的动作文件 那么进行编辑 那么具体的操作方式和我们在两座动物当中的控制方式是一样的 我们同样可以对它进行剪辑或者编辑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下添加BiPad 那么学习这个命令呢 我们先将场景当中的对象清空一下 重新创建两个BiPad两座动物 选择其中的任意一个 然后呢我们重新进入混合器窗口当中 那么当前我们选择的是BiPad01这个两座动物 那么我们的02如果也想添加进来 我们可以通过添加BiPad选择第二个两座动物 点击确定 那么同时也可以调入了进来 那么对它进行一个编辑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选择某一个两座动物 点击删除 将当前的两座动物的轨迹层呢删掉 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选择命令 来进行选择当前的两座动物的轨迹 或者是剪辑文件 比如说我们来选择一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可以在两个剪辑文件之间切换选择 同时我们还可以使用移动剪辑来控制当前移动这个剪辑 在轨迹层当中的这个时间段的位置 那么还有一个是滑动剪辑 那么在使用滑动剪辑的时候呢 和移动剪辑呢略有不同 那么它虽然也是在移动我们的剪辑文件 但是呢大家可以发现 当前我移动的是跑步的剪辑文件 那么我们可以保证两个剪辑文件呢 同时相对位置不变在进行运动 那么在学习这两个命令的时候呢 我们也可以配合后面的捕捉针和捕捉剪辑来进行使用 那比如说捕捉针 那么默认开启的是捕捉针 那么它的意思是在我们移动剪辑文件的时候呢 每次跳跃一针 它捕捉到每一个针上进行移动 那么如果我们使用的是捕捉剪辑 那么这时候我们在移动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发现当你移动其中一个剪辑文件 那么它的首尾会自动捕捉到一起 或者是那么在它的末端和开始端进行捕捉 这样的话更加的方便我们来进行调节 好 那么然后我们来看一下修剪剪辑 修剪剪辑的意思呢 主要是对于我们的剪辑文件的一个调整 比如说我们默认了在缩放我们当前的这个剪辑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原先缩放了多少 我们是不知道的 我们可以激活修剪剪辑 再次进行调节的时候 我们会发现原始的这个剪辑文件长度 那么我们依然会看到 那么作为一个参照 我们也更可以清楚的知道 我们剪辑以后去掉了多少 留下了多少的这个剪辑文件 可编辑时间扭曲 那么这个命令呢 在使用的时候呢 首先我们需要对我们当前的剪辑文件呢 先添加一个这个时间扭曲 并且呢 我们将其激活 这时候我们就会发现呢 在我们的这个轨迹上呢 剪辑上就可以看到 我们的这个时间扭曲 同时我们在这里可以为其添加 时间剪辑的位置 空间扭曲的位置 那么这时候我们再调节 就非常的直观 当然我们不需要了 可以将其关掉 好 可拖动轨迹呢 这个主要是用来控制我们的这个 可拖动轨迹 主要是用来控制我们在两个轨迹层之间 剪辑文件的位置调整 好 那么然后我们再来看一下锁定轨迹 那么我们先将当前的这个轨迹层呢 做一下转换 我们将其转换为这个过渡轨迹层 然后在当前的这个轨迹层当中呢 我们重新加载文件 好 选择其中一个过渡轨迹 点击锁定过渡 那么这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了一个问题 当我们在拖动这一个 剪辑文件的时候呢 我们会发现了 这个过渡轨迹呢 位置并没有发生改变 包括第二段剪辑文件的时候 当然了 如果超出了这个剪辑文件的长度的话 那么它会过渡文件的末端 会跟随我们第二个剪辑的 骑士端呢 进行移动 当然了 我们如果再往回拖的话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了 这个剪辑文件再一次的被锁定了 好 那么如果我们不激活当前的命令的话 当我们在拖拽的时候 大家会发现这个过渡的这个轨迹的长度 会随时发生改变 随时会发生改变 好 设置时间范围 是指我们当前的剪辑文件 如果掉入以后 比如说我们默认的时间范围是100帧 那么我们当前的剪辑文件 进行调整以后 可能超越100帧 比如说是200帧的时间 我们可以通过设置范围 将这个时间线上的时间总长度 与我们的剪辑文件的最终的总长度呢 进行匹配 那么相对来说呢 会比较便捷一些 否则的话 我们需要通过时间配置当中呢 将时间线做一下调整 那么 下一个呢 是平移 平移是指我们当前这个窗口当中啊 我们会发现呢 当前的这个剪辑文件的最后末端呢 有一部分没有显示出来 我们可以通过平移呢 将其显示出来 进行编辑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最大化显示 将剪辑文件的长度 在我们的混合器的这个窗口当中完整的显示出来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 这也是比较方便的 那么缩放是指我们可以通过当前的命令的拖拽鼠标 那么得到我们在室口当中的缩放效果啊 当然我们也可以通过区域的这个缩放 比如说我们的混合文件呢 比较多 那么可能这个整个窗口当中呢 看上去呢 并不是很方便 我们可以呢 通过框选局部放大我们当前的这个剪辑文件 好 首选项 那么当前的首选项呢 主要是对我们这个运动混合器这个窗口的一些显示状态的调整 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 首先剪辑栏当中名称 我们当前的剪辑名称是否显示 比例显示出我们当前这个剪辑文件的长度比例是多少 边界是指的我们在每一个这个剪辑文件的外边呢 是否显示一个这个长度的限度啊 开始以及到结束的长度限制 包括全中线啊 在这里 那么以及时间扭曲 当然了我们在这里需要打开我们的这个时间扭曲以后呢 在这里我们才能够看到啊 一个全局控制 包括呃入点和出点的一个控制 主要针对于这个过渡区域的 就是说开始这个过渡和结束过渡的这个 时间的显示 那么其他来当当中呢 呃轨迹组范围的显示篮 那么这个呢 主要是干什么的将我们当前这个窗口当中的轨迹呢 全部显示在我们当前说这个大小的这个窗口当中 那么平衡曲线呢 是指的我们每一个轨迹下面呢都会多出一个这个平衡曲线的这个栏 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是否显示出来 真显示呢 一个是按照全局显示 一个是按照局部显示 那么注意看在这里的变化啊 好 如果我们选择全局的话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就是说开始帧啊是零 那么第二个简辑文件的开始帧呢 就会从我们的过渡区域开始显示 一直到最后显示总长度 如果局部的话 它会将我们每个简辑文件的开始和结束都给显示出来 那么合成选项当中呢 和我们前面讲过的合成选项当中内容是完全相同的 那么在这里呢 我们就不再去强调 好 最后一个酷 那么酷在这里呢 主要的作用是用来管理我们的简辑文件 当然了我们也可以对我们Max默认谷歌的一个文件的管理 那么新建项目 我们可以在这里呢 重新自己指定一个文件路径 并且呢将其打开 最好是在这里呢 能有一个简辑文件 先调入一下 比如说 我们还是这个当前的简辑文件 我们再次调用一下 那么这时候我们会发现呢 当前的这个路径呢 就会做一次更改 好 那么 选择一个简辑文件以后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个剩下的这些命令呢 做一些详细的控制 那么和我们打开文件是一样的啊 比如说我们当前场景当中所有的简辑文件 做一次重新的加载 或者是干什么呢 加载单个文件 我们可以单独的再去加载一个动作文件进来 在这里 我们也可以对当前的这个简辑文件呢 进行一个保存 存储 那么同时呢 我们还可以通过批量保存 比如说我们这个想保存 这个想保存 我们可以把它勾选起来 那么这样一来的话 我们点击保存以后呢 就会将当前的这个简辑的库呢 存出去 那么也可以删除啊 删除某一个简辑文件啊 或者是清理一些没有使用到的一些库的路径 好 这是我们的呃 库 好 那么水平和垂直在这里呢 以及后面的权重编辑呢 我们在这里呢 呃 重置一下场景啊 重新创建一个两只动物 我们再次为当前的两只动物呢 调入一个运动文件 比如说跑步 好 然后呢 我们在其下面呢 重新再呃 添加一个轨迹层 我们再次调入一个文件 比如说前踢腿吧 好 我们将其长度呢 做一下匹配 首先呢 我们将编辑权重的曲线打开 这时候我们会发现 每一个简辑文件上呢 都会有一个全中 红色的全中线 我们可以通过全对全中线的编辑 控制当前剪辑文件 的这个呃 生效的范围 比如说当前的这条曲线 那么如果我们的全中点在最顶端 那么这说明我们当前的剪辑文件呢 完全啊 生效 如果说当前的剪辑文件呢 到达最底端 也就说呢 它的参数只显示为零 那么也就说在这个区域当中呢 当前的剪辑文件呢 已经没有任何的作用了 好 当然我们也可以用鼠标呢 在我们的全中线上呢 添加全中点进行编辑 好 那么当我们编辑完以后呢 我们会发现呢 它的融合过程当中啊 在跑步的时候呢 注意看 在第一个剪辑文件 跑步逐渐往下 全中线的强度越来越低的过程当中呢 大家会发现呢 它在向第二个前提腿的剪辑文件上呢 进行一个过度转换 这时候我们会回到第二个剪辑文件上来 好 当然这样的话 我们将最后一个全中点呢 全部归零 我们也可以再加一个将它也归零 那么这样的话 它们之间呢 将会更加的明显 也比较突然 这样的话 我们会对两个和多个剪辑文件呢 进行更加丰富的一个调节 好 那么前面的命令呢 一个是水平 一个垂直 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是控制我们的全中点 到底是水平移动呢 还是垂直移动 那么当然我们使用水平的时候呢 垂直是无法移动的 如果我们使用垂直的话 那么水平是无法移动的 那么最后一个移动呢 就是指我们当前的全中点呢 我们可以任意在我们的这个剪辑文件上呢 进行调节 好 那么这就是混合器工具栏的 相关命令的使用方法